2019年的5月初中东地区的一起 王室逃婚案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和世界舆论的热议 之所以会引起轰动接应男女主角的身份特殊 一位是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阿勒马克图姆 另外一位主角则是酋长的王妃哈亚 尽管哈亚是阿勒马克图姆的六位妻子和两位王妃之一 但是她的其他身份似乎更被人们所熟知 甚至于比王妃的身份更耀眼 因为哈亚王妃还曾是世界两任马术联合会的主席 最重要的她还是个约旦王国的公主 也可以说正是这个身份才使得她在出逃前躲过了牢狱之灾 才使得她在权财士面前幸免于难 才使得她在伦敦的官司中获胜 哈亚公主出逃的消息披露后迅速被刷屏 不仅中东的阿拉伯人关注世界舆论也纷纷炒作 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 预感到危险即将来临的哈亚公主 果断的带着一双儿女和3100万英镑逃亡到了英国 据说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免事于英国为难 哈亚公主是首先逃到了德国 然后又辗转到了伦敦 同年的7月30日 哈亚公主向伦敦一家法院申请了强制婚姻保护令 既然是申请保护令 那自然是需要理由了 于是哈亚公主通过律师同时 递交了对其丈夫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的指控状 于是哈亚公主的逃婚之谜也就被揭开了 出生于1974年的哈亚公主 是约旦老国王侯赛燕的掌上明珠 也是现任国王阿布杜拉二世的同夫异母妹妹 哈亚公主之所以被约旦老国王视为掌上明珠 一个是哈亚公主自幼活泼可爱 二是因为哈亚公主三岁时 她的母亲就在一次直升机的事故中遇难了 基于这两个原因 老国王对哈亚公主是疼爱有加 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休假 都要将哈亚公主带在身边 据说连现任的国王阿布杜拉二世当年都很是嫉妒 而因此影响过兄妹关系 像大多数中东王室的做法一样 哈亚公主自小就被送到了英国接受西方教育 最后也是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了学业 哈亚公主自幼就特别胆大 而且喜欢多种体育运动项目 特别对马术情有独钟 哈亚公主不仅聪明好学 而且还极具运动天赋 在她13岁那年就代表了约旦参加了世界马术锦标赛 成为了参加国际比赛的第一个阿拉伯妇女 再者哈亚公主不仅参加了悉尼奥运会的马术比赛 而且成为了阿拉伯国家中的第一个女性奥运会开幕式洗手 另外哈亚公主还是约旦王国中第一个拿到重型卡车驾照的女司机 由此可见哈亚公主的心潮和勇敢 哈亚公主自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 不管是思想还是穿戴都很心潮 具有西方现代女性的思维和气质 人也出落的非常漂亮 加之她的运动员出身 所以漂亮中更有一种独特的动态美 更由于其有大嘴美女的称号 也就多了些性感的韵味 按理讲具有现代派婚姻官 而又具有显赫身世的哈亚公主 理当追求的是现代的爱情观 可是哈亚公主最后却嫁给了一个大她25岁的部落首领 2004年的4月30岁的哈亚公主 嫁给了55岁的迪拜酋长 成为了阿勒马克图姆的第六位妻子 不过尽管哈亚公主在阿勒马克图姆酋长的六位妻子中最小 那是因为她约旦国公主的身份 马克图姆还是给了她第二王妃的头衔 对于哈亚公主的这一桩婚姻 有人认为是政治联姻 也有人说是因为马克图姆太有钱 不过哈亚公主说却是因为爱情 不管怎么说 哈亚公主毕竟给酋长生了公主和王子 从二人出席活动的表情来看 确实也显得很恩爱 不过后来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变化 哪知分居 根据阿拉伯的一些媒体报道 在哈亚公主生了小王子后不久 马克图姆和哈亚公主在一起的时候 就逐渐少了起来 以至后来几个月也都不一定去哈亚公主出一次 当然也许是马克图姆政治繁忙的原因 毕竟马克图姆还是阿联酋的副总统兼总理 或许是哈亚公主年老色衰了 毕竟她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或许是马克图姆力不从心了 毕竟她还有其他的五位妻子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哈亚公主似乎也不太在意了 毕竟哈亚公主还有世界马术联合会的公务和慈善事业 需要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再者哈亚公主毕竟还正当年 毕竟接受过西方教育 毕竟有着开放的思想 哈亚公主和马克图姆的夫妻关系 恶化了转折点在2019年年初的某一天 马克图姆突然打电话给哈亚公主说 我听到了你的一些不好事情 我开始怀疑你了 另外哈亚公主还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把枪 哈亚公主有点害怕了 不过哈亚公主毕竟是在王宫中长大的 所以尽管当心自己会被报复 但是她却不动声色的开始寻找 足以和马克图姆博弈的筹码 以便在怀疑的时候绑命勇 于是她对曾经听到的关于马克图姆绑架 和虐待自己亲生女儿的事情 展开了秘密调查 2018年的2月 马克图姆一个叫拉蒂法的女儿逃到了印度 并通过视频控诉她的酋长父亲 马克图姆在2000年绑架 关押和虐打她的姐姐 沙姆沙长达三年之久 至今依然被拘禁在王宫的某一个地方 可是随后不久 拉蒂法也从印度失踪了 于是哈亚公主就顺着这一条线索 秘密的展开了追查 而当哈亚公主查到真相时 她震撼了 也更加的害怕和恐惧了 哈亚公主在调查中发现 沙姆沙和拉蒂法两位公主 确实都被囚禁在王宫中 而且正如拉蒂法在印度控诉的那样被虐待 哈亚公主的调查终于证实了传闻 2000年因为不满父亲马克图姆指定的政治婚姻 18岁的沙姆沙逃到了英国 可是不久就没了音讯 原来是在伦敦的大街上 被特工人员绑架了 据说是注射了药物后 睡着的情况下 乘坐的私人飞机回到了迪拜 而拉蒂法在印度是被从游艇上绑架走的 在知晓真相后 哈亚公主决定逃离迪拜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哈亚公主之所以选择逃走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担心女儿未来的命运 因为他听闻马克图姆将会把他当时年近11岁的女儿 嫁给沙特王储本萨拉曼 以稳固自己在中东的地位 而是既然马克已经怀疑他出轨 那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关起来 于是精心策划后 哈亚公主带着一双儿女逃到了德国 过渡了一下又去到了伦敦 关于哈亚公主能够顺利逃到英国 有人说是哈亚公主利用了自己的人脉关系 也有人说是约旦芒国情报部门的暗中协助 其实据阿联酋的相关人士私下透露 假如不是马克图姆顾计约旦王室的话 那么估计哈亚公主早就被关起来了 尽管阿联酋富裕 约旦贫穷 但是约旦王室毕竟更正苗红 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中 约旦王室的血脉是最正统的 所以阿拉伯国家都是有所顾忌的 提拜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在阿拉伯的世界中 妇女的地位毕竟还不高 所以在哈亚公主出逃后 恼怒的马克图姆依然发出了威胁 毕竟作为阿联酋副总统和总理的她 还是有着巨大权势的 在得知哈亚公主出逃的英国后 马克图姆在社交媒体上亲自发文称 我的老婆出轨贴身保镖后跑了 我必须要回我的两个孩子 我的儿子属于沙漠 哈亚公主知道阿联酋一直和英国 有着特殊的关系 也深知马克图姆的手段 所以特意先绕了德国再辗转到英国 一是避免英国发难 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即便如此她也未必安全 此时她的娘家人伸出了救援之手 同时也给予了她温暖 哈亚公主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 据说因为哈亚公主的母亲 和阿卜杜拉二世的母亲关系不好 再加之老国王侯赛云对哈亚公主的溺爱 所以阿卜杜拉和哈亚公主兄妹关系并不好 平时也来往不多 很多人都以为约旦王室不会因为哈亚公主 而得罪阿联酋这个富豪和金主 但是事实证明 毕竟血浓于水 为了再给哈亚公主加上一层保护罩 约旦王室给哈亚公主 在约旦驻英国大使馆安排了一个职位 哈亚公主也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约旦的外交官 这不仅有利于哈亚公主的人身安全 同时也有利于官司 介于此 马克图姆也只好派律师参与了诉讼 根据环球网员引路透射6日的消息 3月5日 英国伦敦一家法院对哈亚公主逃婚案 进行了裁定 财因认为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马克图姆绑架 自己两个女人的事件属实 那么裁定离婚 两个孩子也就判给了哈亚公主 尽管马克图姆随后否定了对她的指扣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哈亚公主已经达到了目的 从哈亚公主的人身安全 以及赢得官司来看 约旦王室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说这又一次印证了 娘家有人的重要性 全世界行事件属于 請求莫顺带的 那么今次查看 那是不可我想亚公主员的 感谢观看